今年是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 驻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特别在美国国会山庄举办纪念旧会 包括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美国政要都到场祝贺 支持美台友谊关系 美台友谊关系 四十年代的祝福總統 總統的祝福總統 麥克·蓬佩奧 這個集合很驚訝 是沒有分析 我們有共和國民、國民、共和國民 都在一起一件事 就是台灣的支持 你的獨立、民主、民族、自由 日前美國眾議院通過臺灣保證法 和重新確認美國對臺 及對執行臺灣關係法承諾決議案 參與外委主席李契特地送上精硬版 重用外委主席恩格爾則表示 這份決議案在眾議院獲得壓倒性支持 感謝美國跨黨派議員 對臺灣人民的高度支持 剛就任三天的國務院政軍局助理 國務卿古博也出席酒會 他表示 美國視臺灣為民主典範 臺美夥伴關係強勁 他出席這場活動 就是美臺關係重要性的表徵